好 環道晚安報新聞 我是烏麻斯 接著來關注疫情的消息 隨著國內防疫措施解封 民眾對於防疫的力道 是稍稍減緩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就宣布了 國內在今天新增了 三萬三千三百三十 例的本土確診病例 比上週三增加了百分之十九點三 至於境外移入是增加了五百四十一例 也創下疫情爆發以來的最高記錄 隨著春節到齡 將面臨大量流潮 以及中國全面解封 國門防疫量能將面臨考驗 指揮中心表示 預估疫情高峰 可能落在農曆圈節 也呼籲應該儘快地來接種次世代疫苗 以增加保護力 提醒民眾做好防疫措施 再次上緊發跳